文佛音 见佛法 人性是最复杂的诗书 不同的读者在书中能看到各自不同的欲望 虽然他的作者因为因果导致子孙三代为哑巴 后代均不成才 平庸低贱 武士后绝寺 但撇开那些邪淫的污秽物 金平梅关于人性有着独到的见解 开篇的四摊词就提到 酒 色 财 气 乃人间之玉也 烧滩之便会万劫不复 酒文化在中国可谓是源源流长 无论是市井还是贵族都离不开酒 金平梅全书一百回 共出现酒字2025个 饮酒场面389次 描述了25种酒 三国演义中也出现了大量饮酒的场面 从大雨时代开始 酒就产生了 臣子怡敌把酒献给大雨 大雨为之惊叹 随之抛下一句 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下令在全国永久敬酒 但是人们终究抵挡不住酒的诱惑 后来的商咒王以酒为池 昼夜饮宴 最终身死刀销 自焚于摘星台 三国演义中 吕布与刘备交战 张飞因为醉酒战败丢掉了徐州 连刘备的家小都没带出来 数年努力毁于一旦 小竹遗情大隐伤身 一个人喜欢喝酒无可厚非 但是不加节制 迟早变成祸害 适才红粉割酒楼 谁为三班事不迷 在钱财美女盛宴的诱惑下 不迷失 属实难能可贵 父子说 实色 性也 好色是人的天性 就像是穿衣吃饭一样正常 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 如果好色荒淫 迟早要给自己招货 曹操征讨张秀 张秀投降 但是曹操看上了张秀的婶子 邹氏 占为己有 每日与邹氏取乐 不思正事 张秀受辱造反 曹操仓皇出逃 长子曹昂 侄子曹安明 虎将典尾皆为救他而死 曹操此意元气大伤 长子离世 更是他一生的痛楚 古人说 君子好色不赢 真正的君子也喜欢美色 但是却不强求赞为己有 更不会放纵自己 去掉好色之心 就是愉悦之心 就像欣赏自然美景 没有丝毫的占有欲 这才是一个最好的修行 世上钱财 躺来物 乃是长平久富家 钱财乃身外之物 意外得来 怎会长久的富有 古人说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这个世界上 太多人为钱痴迷 为钱奔跑 最终付出了一辈子 可是到头来 又能带走什么呢 深吸那么多的富商巨骨 建造了那么多的深宅大院 可是如今 拿钥匙的都是不相干的人 来来往往的游客 在庭院里 一心能看到当日的繁华 但是却再也见不到 他们的主人了 钱财是这个世界上 最厉害的东西 也是最虚妄的东西 钱财不停流动 今日到这家 明日就可能到那家 手里没钱的 焦虑地盯着别人 手里有钱的 焦虑地守着自己 贫穷地向上挤 富贵地往上爬 没有一个不焦虑的 焦虑带来贪婪 贪婪带来灾难 一个人要是克制不住 内心的贪欲 迟早要惹来祸患 古人说 民物理而何为 财非益而不取 一个人如果舍其道义 而求取钱财 不仅良心不安 还会被天道惩罚 厚德方能载物 品德身后 才能承载身上的财富 求财不如积善 积累的善行多了 人生自然也就顺了 皇帝内经里讲 百病生育企业 气就是情质 一个人大悲大痛 大发脾气 就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现代医学也证明 一个人发一次脾气 对身体的损伤 不亚于得一次急性肝炎 好勇斗气 与人争斗 还会给自己造成 无可挽回的麻烦 18年 重庆公交坠江案 轰动全国 一位流性乘客 因为坐过站 和司机发生争执 辱骂私扯中 甚至去抢夺方向盘 最终车辆失控 冲入江中 葬送了一车人的性命 本来只是错过一战 结果却错过一生 拿破仑说 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 比拿下一座城池更伟大 会发脾气是本能 控制脾气是修养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 乘一时之气 不然只能遗憾一生 天地有节制 四季才能正常轮转 国家有节制 才能国态民安 个人懂得节制 才能顺遂如意 我们再来聊聊 书中玉的化身西门庆 佛教认为 人生痛苦的一切根源 在于人对于欲望的执迷 只有秉除了情欲 才能安详 而西门庆的欲 主要体现在 对于财和色的追逐 他发财不择手段 除经商致富外 还曾借助婚姻牟利 在他与潘金莲 难舍难分之际 薛媒婆给他介绍了 富有的商人寡妇 孟玉楼 立刻令他 欢从眼角眉边出 喜相塞边笑脸声 毫不犹豫地 把情妇潘金莲 抛在一边 将孟玉楼取进了门 得到了一大笔嫁妆 他做官也是为了钱 官与商的结合 给西门庆 带来了无穷的财富 短短几年 他便从一个 生药铺的小老板 一跃成为清河县的首富 与对金钱的疯狂战友一样 西门庆也同样 疯狂地战友女性 但凡是他看得上的女人 他都要想方设法弄到手 不管是何等样的人 上至官僚太太 下至仆妇丫头 不论美丑善恶 贤良与否 冯妈妈说西门庆是 做家的女儿偷皮匠 缝着就上 意思是碰到女性 她就要勾打 物极必反 谁满则意 西门庆并不是 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自居 在自己巨大的贪欲面前 成为了自我欲望的 俘虏和奴隶 她通过金钱 向权势攀附 利用金钱 纵情声色 人性由于贪欲的趋势 而丧失 异化 最终跌入毁灭的深渊 命丧于玉海之中 作者借西门庆的人生历程 来谨讯世人 愈喝难舔 贪欲无穷 放纵欲望的结果 只能是走向灭亡 作者借春梅重游西门府 所见的景象 再次渲染了繁华过境后 西门大院漆冷的景象 环墙七横 台械歪斜 两边更臂掌青台 满地专生碧草 山前怪石 糟蹋不显错额 亭内凉长 被渗漏已无框档 石洞口蛛丝结网 鱼尺内虾虫麻成群 狐狸长睡卧云寺 黄鼠往来藏春阁 料想今年人不到 也知近日有云来 这是对西门大院中 山子花园的一段描写 这个曾是西门庆 与妻妾有赏兮兮 自行迎乐的地方 这个曾经象征着 西门大院繁华与欲望的地方 现如今已是花木凋零 人去楼空 金平梅百姨夫妇 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的无常之景 浓墨重彩地凸现出来 让世人直面并参悟生命的空向 作者的用意很明显 借西门庆的一生来告诫世人 不要执着于自己的欲望 对于贪欲的执迷 只会让人堕入痛苦的深渊 失去本身的平和 而到头来 一切的繁华 喧闹 终将成为一场空 以此来警醒沉迷在欲海中的世人 到这里 我们似乎能看到 作者对于世人的担忧和怜悯之情 不由得让人猜测 他是佛家派下凡尘来度人的圣人 他心中藏有的慈悲 是我们所无法预量的 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怀 也不由得让每一位读者 对其心生敬意 作者对于主人公西门庆的死亡安排 看似是对其荒诞一生的因果报应 但我们不应该在此停留 继续向后看 西门家族因西门庆的死而没落了 但西门庆毕竟还留下了一个遗父子孝哥 孝哥并没有如月娘所愿重振西门家业 而是被普京和尚度化出家了 并带有这样一段普京大师点化月娘的描写 当初你去世夫主西门庆造恶非病狂 辞辞转身脱化你家 本要荡其财本 清其家产 临死前还当身手益处 经我超度了他去 做了徒弟 常言一出家九祖升天 你那夫主冤屈解释 以得超生去了 你不幸跟我来 与你看一看 于是一步来到方丈房内 只见孝哥还睡在床上 老师将手中缠杖 向他投上一点 叫月娘众人看 忽然翻身来 却是西门庆向带陈家 腰系铁锁 附用缠杖指一点 依旧还是孝哥睡在床上 原来孝哥既是西门庆脱生 作者没有让西门庆死后不得超生 也没有让西门庆唯一的儿子 当其财本 清其产业 而是让脱身为孝哥的西门庆 出了家 为自己生前的罪恶做救赎 佛教中有一个例子 可为西门庆的救赎做参考 说的是北传佛教 大众部派的创始人大天 他本是墨楼国一个商人的儿子 在父亲外出经商时 和他母亲发生了乱轮 又和母亲共同谋杀了父亲 两人潜逃 后来他又发现母亲有了新的情人 为了惩治这个背叛了自己的妇人 大天杀死了他的母亲 这样他杀父侍母 已多次犯下了无奸孽 应该堕入阿比地狱 但后来大天自知罪孽深重 而深深悔恨 当得知沙门世子有灭罪法 就求度出家 精进修持 成为北传佛教之祖 读懂了这个故事 我们就不难理解 作者做这种安排的目的 这其中蕴含着作者的同情 作者对于西门庆这一形象的感情 是很复杂的 对于西门庆生命中黑暗 龌龊的一面 他会毫不留情地展现出来 但同时 也对身处在罪恶之中的西门庆 怀着佛祖般的仁慈 孝哥这一形象就是带着作者的这种慈悲而出现的 孝哥出家后 法名为明悟 崇祯本在此旁批说 一部本旨 张竹阔认为 九色才气 不敬不能明 不明又安能悟 西门庆由于不明不悟 使他由对彩色的贪爱 直取而丧命 而脱身为孝哥的西门庆 又称之为明悟 企图为西门庆的一生做救赎 这不单单是作者对西门庆的同情 同时也是对于身处在 蕴海之中的中产阶级的同情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各位师兄对今天的影片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